主料,黑木耳200克,补料,芥末酱,蒜,盐一小勺,生抽一小勺,醋一小勺,香油,香菜,香葱,红辣椒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黑木耳栽洗干净,锅放水烧开,加入黑木耳汤几分钟,熟后捞入过凉水,控干,香菜,香葱切碎,红椒切碎眼块, 酸放碗中倒成泥,进入清芥末酱,加鸡精和盐,放入生抽,香油搅匀,将芥末酱搅拌均匀,黑木耳放到碗中,加入红椒,搅上拌好的芥末汁,撒上香菜和香葱末,拌匀,烹饪技巧,不太喜欢老芥末的话,可以换出口类心干的芥末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